掩饰 耳饰 鼻饰 舌饰 生饰 乙饰 这八个饰都有见分也有相分 就把如来葬姓转成八饰 这个八饰就起作用了 转成第八一饰就叫做阿赖耶 转成第七一饰更加的染污叫做摩诺 转成第六一饰叫做分别四饰 就变成一直污染 回不了头 我们回不了彼岸 因为没有大部分的智慧 也没碰到佛法 好 底下是六出相 第一叫做志向 这个志向不是智慧志向 那么这个志向就是所谓的分别 简单讲 第八一饰转成了第七一饰 第二能变第七一饰就开始拼命地执着 一叫做志向 聚生法治 聚生法治旁边写先天性的 分别法治写后天性的 后天所有的学习都叫你执着 只有佛法叫你放下 所以读到博士超博士都不能解脱 但是如果你有一年听到佛法 无论有读书没有读书都能解脱 所以解脱无关于文凭 但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报 听得到正法听不到正法 所以这个志向就是与生俱来的分别性 小孩子 小孩子一出生他就会吃奶 你不需要教他 他就会找到妈妈的奶 拼命地失忆 他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是不是啊 俱生 一生俱来的 法治 对万法的执着 相续相 就是连续的 不断的 叫做分别法治 就是后天的 出生以后呢 不但带来先天的执着 还加上后天的学习 所以所有的教育 通通让你执着 叫做执着的教育 不得解脱 但是佛法 又不能从小去教育 也不能带到大学 现在好一点了 有宗教系的 有宗教系的 世间人都叫你 如何设计服装 如何叫你烹饪 如何叫你当总统 如何叫你变成一个政治家 但我们所有的大学 没有一个 叫你如何来解脱 如何来成佛 没有的 所以师父的 很有福报 在冯甲大学的 普及佛学士 一听到这个佛法 我就知道 这个是人生 宇宙的真理 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这个是不归路 永远不后悔 这个志向 是寄生法治 相续向 是后天的分别法治 那么这是第七意识 这个也是非常维系 第七意识 以第八意识的 见分为自我 意思 就是说 这个见分 看 见分看这个向分 本来是不执着的 但是 产生强大的执着的作用 是哪一意识呢 就是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有两种执着 一种是我执 一种是法执 所以在第七意识 旁边写两个 我法二执 我法二执 就是第七意识 而且还是非常强烈 那么第三次执取是 看到了外境 寄生我执 先天性一出生 他就有我执 继续执取 执取就是追求境界了 没有钱想办法 诈骗 诈骗集团 就是这样 很多了 再来就是寄名字相 这个寄名字相 就是看到什么 就加一个名词 比如说钻石 珠宝 名牌 名牌 是不是啊 寄名字相 分别 我执 后天也是 拼使命的执着 这个就是 第六识 那么第七意识 跟第八意识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第六意识 要这个人出生以后 后天才存在的 一个人死了以后 前六识 通通没有 那么 第七意识 也慢慢地消失 剩下第八意识 那个是 唯一识的 那么这个 第八意识 我们所谓的灵魂 那么 前六识 第七识 消失了 那么第八意识 去转世投胎 那么种子都在里面 种子都在里面 心情种子都在里面 带到下辈子 去作用 那下辈子一脱胎 又产生第七意识 又第六意识 前五识又出来了 重复的轮回 我们种下了 种子 执着和分别的种子 又继续去轮回 第五叫做企业项 第六 叫做业细苦项 所以 那么 这个手握住八零四 那么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看前面的 手不要放 八零四页的手不要放 好 目次第九页 无名不解 伸三细 就是业项 转项 献项 境界为原 长六初 就是志项 相续项 直起项 记名志项 起业项 业细苦项 那么再来 是世界相续 众生相续 业果相续 就会翻开 八百零五页 这一段 要用念的 然后 看他的注解 第四 叫做世界相续 看最后一行 经文 结明空媚 相待 成谣 固有风轮 支持世界 因空 生谣 坚明 利爱 比金宝者 明节 利坚 固有 金轮 保持过度 坚决保存 有名 风出 风金相摩 固有 火光 为 变化性 保明 深嫩 火光 上针 固有 水轮 寒 十方 界 我知道 你看不懂 我 看眼神 就知道 你看不懂 翻过来 八零五 我们 看他中间的 意冠 意冠 就是把 这个 意理 这一段的意理 贯穿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 是在讲 大纲 不详细讲 所以我们 只 蜻蜓点水 念过一遍 浏览一下 不加以解释 意冠 由 真节之体 起望明 遂将真空 变成 惠媚之空 明 以媚相待 互相 倾夺 而沉 摇动 之风向 故有 风轮成就 支持世界 故世间 诸风 为 妄心 动荡 之夜感 所成 因空 媚 结明 明媚 相勤 而生 摇动 之风大 赐由 坚固 执着的心 必亦 明 惠媚之空体 而成立 执爱 必 金宝者 唯一 无名 忘 绝 所立 之 坚相 坚持 不休 所以 坚固的执着 众生就是这样 积而沉沦 众生的执着 是坚固 导致一点 你要改变它 它命 修掉 它都改变不了 故有金轮 保持国度 坚持 妄解 所立之金宝 继承 摇动 妄明 所感之风大 也已出 风 跟金 相摩擦 故有 火光 为变化性 风金 相摩 而变化出火 世间之诸火 不离 妄心之 魔荡 所成 可见 火大之种 乃是 无名 妄心之 热相 的夜感 金宝 之体 明镜 意热 能 深嫩 时之气 以火光 上针 一金 故有 水轮 寒十方 世界 看经文 火藤 水降 藤就 往上 浇发 利坚 湿为巨海 干 为周淡 已是 异故 比大海中 火光 长起 比周淡中 江河 常住 水是烈火 结为高山 事故 三十 急则成燕 融则成水 土是 烈水 抽为草木 事故 临手 一烧成土 阴角成水 交望发生 地乡为种 以示因缘 世界相续 翻过来 808 倒数第三行 意冠 我只念一遍 火之性 为上腾 水之性 为下降 水火一腾一降 交互发生 因而成立 兼爱之子 而为气界之本 其悲失 之处 积水 而为聚海 干燥之处 则为 土洲 或沙旦 以示意故 比大海中 以本质 含有火之气分 故 火光 长起 而比 周淡中 因本质 含有水之气分 故 江河 常移其中 流注 水性 相近故 若水之势力 烈于火 则极为高山 事故 山石 以本质中 含有火的气分 所以相及 则成燕 若融 则成水 以本质中 含有水的气分 再故 若土之势力 烈于水 水势强盛 则抽拔 则抽拔 泥土之精华 而为草木 事故树木 事故树林 草首 就是草木 巨畜 若一火 烧即成土 以草木 本质中 含有土的气分 故 草木 若因脚 炸出来 则变成水 草木 若因狡诈 则成水 以草木 这本质中 含有水的成分 故 佛陀多么了不起 多么的科学 多么的了不起 2500年前的大圣人 就知道这个科学 如是交互 不断地望心 以望静 迭向发生 更地相为万化 发生之种子 以示因缘 而令世界相续不断 以上 为气势间相续之源 现在要讲一点点科学了 好 把笔放下来 这个是太阳 这个是太阳 金星水星 第三个星球 是地球 地球 在Discovery 科学的角度里面讲 如果这个地球 太近 人 没有办法 出生 因为水 全部被太阳 如果这个是太阳 这个是地球 地球 太接近 太阳 就没有人类 因为所有的水 全部被蒸发 所以你看 水星跟金星 完全没有水分 这个地球 这个距离 刚刚好 刚刚好 如果这个地球 再远一点 像明王星 那么离太阳 太远的地方 那么 零下 minus 两百五十度 零下 两百五十度 因为没有阳光 没有阳光 那么没有阳光 全部都冷冻 全部都冷冻 人也没有办法存活 这个世界的成立 就是非常奥妙 这个地球 在虚空当中 看起来是一个 蓝色的星球 它就是距离 就刚刚好 它这个引力 引力 拉力 跟引力 跟推力 刚好平函 所以它绕着太阳 一直转动 绕着太阳 一直转动 一直转动 绕着太阳 一直转动 所以这个科学家 说 这个地球 要成立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距离 太阳 刚刚好的距离 也不会很远 很远就没有温度 也不会太近 太近 全部都蒸发 刚刚好 所以开始 有这个水 就算了